螺旋 噢好可愛喔 Кстати 這是一個很怪的妝 今天來教大家的話 我現在這個妝 比起來日常 然後又有一點生氣飄飄嗎 就是可以放大你的雙眼 然後看起來就有雙 要輕輕 畢竟今天眼妝挺淡 但是其實熱淡的眼妝重點 好 咱們開始吧 然後我們今天的重點呢 是要先氣飄飄的妝 然後可以放大你的眼睛 然後像我這種臉比較長一點的 就是那個眼睛變大之後 就是那個面中留白會比較少 看起來比較可愛 然後呼喊 開始 眼影喔 我們這次用這個 這盤是橘朵的14號 長這樣 是那種非常日常的粉色 然後它有一個很特別的灰色 對 那我們先用這個 腮紅色 這個很淺很淺很淺的粉色 可以多沾一點 然後呢 先上這個眼皮 然後我下眼睛 眼睛下面也要上 然後這也是重點 我覺得可以上到這裡 下面去 我知道很奇怪 但是等一下耗完就不會了 然後呢 第二個再沾這個 有點帶灰掉的粉色 這顆 是在你的雙眼皮折皺內 雖然我沒有雙眼皮 對 有點加深的感覺 然後下眼睛也是 換一個比較小的扁頭刷 看到嗎 這是扁頭刷 然後沾這個灰色 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可以在紙上暈一下 然後從眼尾開始 由後往前 一點一點點的上 不要一次沾太多 沾太多 你就整個眼中都髒掉了 然後下面也要帶到 下面的話 只要畫到眼球的後面 這半就好了 把它暈開 一樣也是由後往前 這顆是 Space Cowboy 我沒有在馬上畫 對,Cowboy 然後呢 我喜歡用手上 因為手的話 你看超閃 閃爆 然後點在你的眼皮中間 因為我覺得手上這種 會比較顯色 超級閃 那種遠遠的就是 木方的焦點 可能沒有那麼誇張 然後我自己也喜歡 稍微 把它暈開一點點 目前眼妝就是這樣 這次的超簡單 超簡單 優手就會 我相信 然後呢 再過來 就是先貼假睫毛 跟你說 假睫毛真的是 眼妝的一個重點 你看我現在眼睛 好像沒什麼 沒什麼靈魂 但是你知道 貼了假睫毛之後 那個 整個 眼睛放大很多倍 相信我 一定要吹到那種 半乾的時候再上眼睛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 年薪是最好的 然後可以準備一面 這種小鏡子 就是這樣 眼睛看下面那個鏡子 然後呢 你就先對準眼睛中間 先放上去 然後呢 再去調整你的 眼頭跟眼尾 就有了 是不是 就差了 好 然後呢 睫毛貼完之後 就是眼線 這隻是Case的眼線腳筆 我超喜歡的 因為這次 這次沒有像上次一樣 對眼妝這麼兇 所以我們就是平拉 一條眼線就好了 像這樣 平平拉出一條眼線就好了 也不用太往上 也不用太往下 就是平拉就好了 然後就是要前衝那眼線 可以讓眼睛看起來比較有聲音 就是 一樣鏡子這樣往下 然後呢 你就會看到你假睫毛這裡 裡面 然後就拿那個輕輕的 不會 不會很可怕 剛剛忘了一部 最重要的 就是這個 你能拿出剛剛這個扁頭的 啊 這盤真的是我的自愛 我第一次學化妝的時候 就是買這盤 你看這盤這麼多顏色 然後很多顏色 被我用到鐵皮了 這盤我已經會再回購了 這角落的有點紅棕色的 這邊要小心喔 不要戳到眼睛喔 戳到眼睛我負責 就是眼頭這裡 接近睫毛跟布 畫一條 一樣把它畫到眼睛中間 就是這樣 就是要 少量多次去上 不然你一次上太多的話 它就會 髒 然後呢 最後這一筆 就是你剛剛這裡不是灰灰的嗎 再灰色的下面這裡 帶出去一點點 你知道為什麼要這樣畫嗎 這樣畫 你眼睛看起來比較 無辜 楚楚可憐的那樣感覺 這就是我們要的效果 睫毛膏 Etude House的 好好用 我已經用他們家的睫毛膏 已經用了好幾支 已經空了好幾個 然後一樣是下睫毛 因為你上睫毛已經用好了 當然就是要下睫毛 會 因為你畢竟上面 上面這麼濃嘛 所以你下面 下面當然是也要有呼應 是不是 這樣上下有呼應 好了 眼妝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 真的這次超簡單 因為這次就是 眼妝比較淡 但是呢 這個眼妝又可以讓你 可以看起來比較有靈魂 我跟你說 我覺得修容也是 一個妝容中 最重要的一個存在 因為你看 就像剛剛我們上粉底 之後還不是變得更白嗎 所以你的五官就會看起來更平 然後我們要 讓你的五官更突出 所以我們就是要上修容 但是修容呢 也要上對 不然會很髒 我挺會講的 這盤是 小奧丁 雕塑高光修容 然後用粉盤1號 這個大胃 然後呢 拿這個鼻子 你看它上面都有耳朵眼睛鼻子 嘴巴 拿這個鼻子 拿一點抖掉 然後低筆 用你的眼窩的C字 帶到你的眉弓下面 有沒有 然後你的扇根就出來了 然後呢 在中間先掠過 先從下面 鼻翼兩側 帶到下面這樣一點點 這樣看起來 你的鼻子會比較翹一點 然後剩下的魚粉 才帶到中間這裡 然後呢 再再來 這個 這個嘴巴比較大塊 然後呢 第一筆在這裡 眼睛這裡平拉出去 這裡有一塊骨頭 對不對 有一塊骨頭 然後呢 先壓下去 輕輕的掃 然後就不要再回站 一點點就好 然後也不要到你的這裡 太陽穴這裡 這裡有一個凹前 是要在這裡 這個眼睛這樣平拉出去 這裡 然後帶到你的耳朵 是不是 視覺上這裡 就會比較小一點 你的下顎 但是不要上到你的臉這一塊 因為很多女生都會上到這裡 這眼看起來就像有繞腮虎一樣 第一步也是從你耳朵後面 有沒有 這塊陰影這樣 掃下來 不要再回站 然後呢 你的魚粉 往上帶 帶到剛剛那裡 把它過度自然 看這面你的臉 就比較順暢一點 然後 再過來 我自己 會用提亮 這種液體的高光提亮 然後提亮 像剛剛那種 淚溝啊 就是比較顯老的地方 像這裡 看這裡 這一塊淚溝 然後淚溝 你就這樣一筆 放下 鼻翼 這裡我會再來一點 讓它可以碰起來 嘴角也是 然後鼻翼 然後鼻翼上面 這裡 拉一點 然後把它 垂直這樣鋪開 有沒有 視覺上這塊就 碰起來了 看起來不會那麼顯老 然後這細節稍微處理一下 然後 中間面中 也有碰起來的效果 再過來是眉毛 一樣是這隻 這一次 不要往上 因為往下 反正我一樣很不會畫眉毛 因為我本身就有眉毛 所以我就是稍微把 顏色稍微填一下就好 稍微帶一下 然後今天的腮紅呢 我們用這顆比較重一點 這顆是3C的Rose beige 對 然後 像這樣 一點點 然後呢 這次只要 像你剛剛 剛剛我們眼中 不是有 下面有一塊嗎 畫在這裡就好 用點頭 然後鼻子下面 然後跟下巴來點 然後 妝容的最重要一部分 臥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臥蠶可以讓你眼睛放大 然後呢看起來更無故 臥蠶我喜歡用剛剛這個 就是你剛剛修臉的那塊 沾一點點 用這種很小很小的 應該這裡也叫扁頭刷 對 然後呢就像 然後這裡也不是就有一塊嗎 就是畫在那塊上面 這樣 然後呢 一個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因為我們這次畫的是 圓眼 然後圓眼的臥蠶呢 就是眼睛正下方這一塊是最厚 最粗的 然後呢 它會慢慢的就是 眼頭到眼尾這邊 會慢慢的縮上去 所以就是這一塊是 我不太會講 反正就是 最 最厚嗎 對 反正就是這樣 有沒有 有臥蠶跟沒有臥蠶的差別 它那個眼睛有差吧 嗯 因為我們這個妝比較 比較仙氣飄飄 所以呢 我自己會喜歡 在你剛剛畫完的臥蠶這裡 加液體的亮片 然後呢 點一點點 不要整條再畫過去 就是一點點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了 再畫一個 然後呢 高光 這個耳朵這裡 然後 點點在鼻頭 然後跟這裡 那還有你剛剛眉峰 嘴唇上方 因為等一下 等下這樣擦口紅 你的嘴巴會看起來比較 嘟嘟的 然後呢 現在是口紅 口紅我用這支 Romaine的 淋巴 然後呢 一樣畫在中間 把它抿開 喔 真的超喜歡這支的 這支 這支就是 上起來就是很嫩 很漂亮的顏色 上完之後呢 一樣用手把它邊緣 把它暈開 這樣看起來比較自然 有沒有 好 整個妝就是這樣 然後呢 就是去搞一下頭髮 然後呢 就可以去拍照了 就是這樣 然後 而且 配上這件衣服 很適合春夏 就是很有春天的感覺 是吧 而且你這樣頭髮這樣砸起來 也比較不會熱 好 大家再見 拜拜